日本坐不住了 我国自主研制的RV减速器 日本企业瞬间丢了一大笔生意 再也笑不出来了 那么RV减速器到底是什么 为何会有如此大的影响 视频开始之前 大家帮忙点击右下角的关注 谢谢您的支持 什么是RV减速器呢 它跟机器人制造业有着怎样的关系 RV减速器是一种结构紧凑 且具备自锁功能的新型传动机械 作为市面上最常用的减速机之一 其不但传动比大耗能低 而且由于震动较小 所以还具备噪音小的优点 也因此被广泛的应用到了机械领域 另外RV减速器也是高端机器人制造领域 必不可少的关键零部件 在一个机器人的手肘 腿部和腰部 至少要有4到6台RV减速器 才能够保证其运作时的灵活性和稳定性 长久以来 国家市场始终被三家外国公司垄断 而这其中 由于日本的纳伯特斯克占据主导地位 这家公司每年向世界提供超过100万台RV减速器 占据了近6成的世界市场 而要想制造重载核机器人 更是几乎只能选择这家公司所出售的产品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高端工业机器人的制造 对于部件有着极高的要求 在组成一台机器人大大小小数万个零部件中 RV减速器是对机器人最重要的部件 只要这个部件的供应受到了影响 整个国家的机器人制造系统都会直接瘫痪 日本正是看到了我国在这一领域存在短板 所以在掌握高端RV减速器领域的垄断地位以后 坐地起价 卖给中国的RV减速器 相比于出售给其他国家的同类产品 贵上两到三倍 不仅如此 中国企业在交完钱以后 还没办法立即拿到货 必须要经历长达6个月的等待期以后 日方才肯开始交付货物 在我国自主制造机器人的过程中 由于日本方面在RV减速器上要价极不合理 最终导致了我国机器人的整体制造成本水涨船高 成本高了 那价格自然也就低不下来 这样一来 中国机器人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就失去了价格优势 反观日本 从国内低价购买RV减速器的日本企业 其机器人生产成本比我国要低很多 这样他们就能通过压低价格 来进一步挤占中国市场份额 面对这样的情况 2014年北京工业大学的张岳明教授 就开始了RV减速器的研究 同年 该项目就被北京市国家重大专项组证实立项 四年底 河北智坤精密传动科技有限公司和北京工业大学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开始与其合作公关RV减速器的关键制造技术 到了2019年 他们合作研发的国产RV减速器终于亮相 四年的前行研究 让他们的产品在关键指标上一举超过了日本同类产品 也正是因此 日本企业一下子就失去了我国的一大笔订单 一时间内无比慌张 虽说如今 我国在RV减速器方面取得了卓越成绩 但我们也不应该忘记相关专家们一路走来的艰辛 那么专家们在研究的过程中究竟遇到了哪些困难呢 第一 合适的材料 在机器人的运作过程中 RV减速器就相当于机器人的关节 每一天都要面临高强度的磨损 也因此在材料上有着很高的要求 不仅需要强度够大 还要能保证不轻易变形 第二 核心技术的考验 高端机器人在精度与稳定性要求极高 因此 这也就对RV减速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中国的科研团队几乎是从零起步 慢慢研究 一步步攻克了RV减速器的核心技术 像RV减速器制造过程中的铸造和热处理等关键性问题 都是在日以继夜的研究中解决的 第三 缺乏相关设备和检测工具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相关项目特地依托于国家级实验室 借用了相关设备 并且还研发出了专门的快速检测工具 最终实现了RV减速器 低成本 高效率 批量化生产 中国自主研发的RV减速器生产出来之后 很快就进入了世界四大机器人公司 并开始实地检验 最终通过了为期一年的考验 在此之后 中国相关产品获得了国际同行的高度认可 这位中国RV减速器领得了良好的口碑 也为中国RV减速器 在未来进入国际市场 创造了良好的机会 更令人感到骄傲的是 国内2018年 就已经售出了超过10万台工业机器人 产生了高达数十亿美元的经济效益 而且这一规模 还在以每年超过20%的速度 飞快扩大 对于国产RV减速器的生产厂家来说 这无疑是绝佳的机会 在市场的高度需求下 这些企业将不断发展壮大 而随着中国RV减速器生产技术难题 被逐一解决 中国机器人行业 也必会迎来更大的发展 关注球仔 下期给大家带来更精彩的内容 下期见